课程改革 2013年 学校的课堂学习研究小组 对我校的学生进行了随机访谈 希望从学生的视角 了解学生们对教师的期望 他们的声音应该可以 给我们教学带来深刻的反思 你认为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对于我们来说 比较好的老师呢 就是那种上课 能给我们多讲一下 大家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到 一些什么东西的 在大学里我最难忘的一层课是英语课 因为英语课是评仪技能教学研究 就是外国文学的那个课 因为我觉得他 那个老师讲课很犀利 一针见血 因为我最难忘的课吧 那就是我们上学期的经济法课 我们那个老师呢 他上课呢 一点都不枯燥 他讲的内容 讲的话题呢 都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 而且呢 他语言讲的又比较的生动幽默 一个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 才是郝老师 严谨的教学 轻松的课堂 能够和同学们打成一遍 有着任性关心同学的老师 我认为一个郝老师 现在有一个专业 非常运势的专业知识 我认为的郝老师 就是能够把一些生活经验 和一些他对生活的理解 告诉我们 让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 更加热爱这个社会 我觉得作为一位郝老师 首先要做到为人师表 他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 我觉得带着我们做实践的老师 才是郝老师 我认为郝老师 就是要认真地负责 然后我要一味地追求 完成教学任务 我觉得郝老师 就可以不仅在学习上 可以给我们帮助 在生活上面 也可以给我们帮助的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一位郝老师吗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 就是我们大三的时候 有个成本会计的老师 叫郝梅香 他教的成本会计 还教的蛮好的 书上的知识他都讲到了 但是他也比较贴近于 实际的一点 其实我最喜欢的老师 也是我们高师老师 他商科不仅幽默 而且平静近人 而且客户和爱卫 通过各种网络图 来解到我们学生的疑惑 这是我的英语老师 他上课平静近人 能够非常好地鼓励我们 带动课堂的气氛 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老师 应该是教书跟教学 是相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老师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给我们传授支持 但是如果想要做到 学生喜欢的话 还是要在教学方面 要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我以前 到二的时候 还有一个颜为娜老师 我觉得老师的话 除了上课教我们 最基本的书本知识以外 还会给我们讲很多 他以前经历的一些东西 比如他的学习经历 还有工作经历 在我的印象当中 最后的一位老师 就是我们的班导 周逊老师 他的好不仅在于 他的平和 有能力 概念 更在于他的 对于我们那一份同学的 那一份真正的爱情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大学的 大一的音乐老师 他的教学方式 比较娱乐 让我感觉 上音乐课 那个 很感兴趣 你最不喜欢的老师 是哪种老师 就是觉得老师 如果是那种 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听不见寻声的意见 可能这样子的话 不太喜欢 我最不喜欢的老师 就是那种教学生死 教说那种 教死说那种感觉 你完全框化了学生的思想 不能让学生的思想 自由地散发出来 就是以老师为主的那种课堂 完全没有那种 课堂的互动性 那种活跃性 然后就不喜欢 脱堂的老师了 我最不喜欢的老师 就是那些表里不一的老师 有的老师 说自己很耐心 但是当你去问他问题 问多了的时候 他反而会表现得很烦 我个人认为 最不好的老师 就是造本宣课的老师 你认为你的老师 是在教书 还是在教学 老师应该更注重的是 教我们怎样去学习 大部分还是在教书 老师嘛 受之以异 不如受之以异 计算极客 然后他从就是什么 爱因斯坦啊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 就是乔布斯的身上 然后他说告诉我们 就是人要学会坚持 学生勇敢会去发现一些东西 我觉得老师还是在教学 有些老师是在教书 有些老师是在教学 但是大部分的老师呢 是在教书 教学相长 从学生的视角来安排我们的教学 让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 转变为学习的促进者 将课堂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 就能落到实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